某一天,狐狸猫和小树蛙约好开读书会 但中午先集合在小树蛙家一起煮午餐 它们在厨房准备食材 小树蛙跟狐狸猫一边切菜一边闲聊的时候 突然想到,以前曾经做过用双氧水滴红萝卜会产生氧气的有趣实验 狐狸猫说,不如我们切一块红萝卜,重新做一次实验吧 小树蛙点头表示赞成 它准备了实验需要的器材 有锥形瓶、双氧水和红萝卜 先把切成块状的红萝卜,再和双氧水一起放进锥形瓶里 此时瓶里会产生大量气泡 狐狸猫突然有个疑问 如何知道一滴双氧水能产生多少氧气 小树蛙表示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化学剂量的方式来计算这个问题 狐狸猫不知道什么是化学剂量 小树蛙解释 这是一种探讨化学反应前后 反应物及生成物的数量关系 我们先写出双氧水产生氧气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双氧水分解产生氧气和水 狐狸猫说 还要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吧 所以是两个H2O2产生一个O2加两个H2O 小树蛙很高兴 因为狐狸猫注意到化学反应方程式的系数 一般会约分到最减整数比来表示 小树蛙又说 化学反应式平衡后的系数比 同时是反应过程各粒子的各数比 小树蛙说 原子质量很小很小 我们知道可以用原子量和分子量 来代表原子和分子的质量 而科学家为了能更方便测量原子的质量 便制定了一个专门的计量单位 默尔 以碳原子为例 其原子量为12 将12公克的碳打包成一袋 这一袋碳就是默尔的概念 我们再来看化学反应式平衡后的系数比 同时是反应过程各粒子的各数比 也等于默尔数比 以双氧水的反应为例 两个H2O2产生一个O2加两个H2O 由系数比得知分子数比和默尔数比后 也就能知道两默尔双氧水分子 能反应产生一默尔的氧气和两默尔的水 狐狸猫问小树蛙 我知道了默尔数 但我还是不知道会产生多少公克的氧气呀 小树蛙回答 其实质量和默尔间 可以利用原子量或分子量来转换哦 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了某个物质有多少默尔 只要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就能得到该产物的质量了 所以依据质量 分子量和默尔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算出各分子的分子量 再根据反应式的系数 推算出68公克的双氧水 可反应产生32公克的氧气和36公克的水 狐狸猫把反应后的总质量加起来 等于反应前的总质量 符合质量守恒定律 证明前面有正确列出 并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 小树蛙问狐狸猫 根据刚才的讨论 如果12公克的碳和氧气完全反应后 最后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 荧幕前的你 也一起动动脑想一下吧 狐狸猫说 首先 先列出碳燃烧的化学反应式 得知木耳数比为1比1比1 再由质量和分子量的关系转换 得知12公克碳等于1木耳 然后根据反应式系数比 可知产物二氧化碳 也会是1木耳 而二氧化碳的分子量为44 所以产生1木耳的二氧化碳 等于产生44公克的二氧化碳 小树蛙赞美狐狸猫 你已经融会贯通了 真是太棒了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 木耳是技术原子和分子等微小粒子的单位 科学上定义12公克的碳12原子为1木耳 原子和分子的质量 可以用木耳数乘上原子量或分子量来计算 化学反应式表示反应物和生成物之间的数量关系 反应式中的系数比等于各分子数目比 也等于各分子的木耳数比 藉由化学反应式的系数比和分子量 可推知反应物和生成物之间的质量关系 最后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请想一想 我们已经知道1木耳碳原子的质量 试问5克拉钻石相当于多少木耳的碳原子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下次见啰 拜拜